生肥脂而已,不用理會 過兩天就康復了 看電視,怎麼可以沒有薯片 很多人喜歡吃煎炸東西 香口特別是薯片 越吃越開心 吃得多,可能會生肥脂 肥脂長期不埋口,不止飯 脆事總是口腔 歡迎收看… 見行關注組 餵食的人,像我這樣 真的很怕生肥脂 因為你吃東西就痛,沒有人生樂趣 這樣就沒有人生樂趣嗎? 如果口腔肯養超過兩個星期 那你就要小心,因為隨時會是口腔癌 口腔癌這麼大,當然要及早求疑 但我們怎麼懂得分 是生肥脂還是口腔癌的前期 很簡單,我教你 等一會問醫生就可以了 今天我們的話題是 生肥脂很癌,最怕是口腔癌 Yo 首先為大家介紹這集兩位嘉賓 包括… 外科專科,黎日寧醫生 以及註冊營養學家 林均營,Queenie 歡迎兩位 歡迎兩位 黎醫生,其實我們今天的話題 就是口腔癌 口腔癌的主要成因是甚麼 口腔癌來說,男士患上的機會 這幾倍比女士高出兩倍 這麼多? 對 另外,我們一般就說 一些不良的生活習慣 包括吃煙、喝酒 口腔衛生比較差 牙齒長期磨擦著鼻或口腔黏膜 都比較容易患上口腔癌 而近十幾年,我們很多醫學界的研究發現 有一部份的口腔癌病人 其實是免疫不走的 但他們的腫瘤是哪裡來的呢 原來是跟HPV病毒感染有關 那HPV原來是會感染口腔癌 因為我們小時候就說 HPV可能會導致女性患上子宮頸癌 我覺得香港政府宣傳不錯 因為HPV,女士就要打針做預防 但男士也會有的,為甚麼呢? 可以預防嗎? 其實香港政府的宣傳真的做得很好 一提起HPV,大家馬上想起子宮頸癌 但HPV不只是跟子宮頸癌有關 跟頭頸癌,包括口腔癌、外陰癌、肛門癌 都是很直接的關係 黎醫生,女士經常打預防針 男士是否打預防針會比較穩妥 其實男士和女士都可以打預防針 最小的歲數,WHO推薦 其實是9至14歲已經可以打 我問一下Queenie 其實在飲食方面 有甚麼飲食會導致口腔癌? 如果在飲食方面 一般來說是太熱、太辣或太酸 容易刺激或破壞口腔的食物或物質 或是小食水果、蔬菜 缺乏維生素或礦物質的飲食方法 都是比較容易增加口腔癌的風險 可能吃很多熱氣食物 我經常都會吃熱氣食物 媽媽說趁熱吃的湯是趁熱喝的 但其實是不可以的 是不可以的 會辣到的 辣損 口腔癌最早期是甚麼症狀? 李先生 最早期我們可能會發現 口腔黏膜或舌頭 有一些白斑或紅斑 這些都是病變的先兆 另外,如果你發現口腔有潰瘍 那就要小心 因為口腔潰瘍可以 其實已經是口腔癌 聽你的感覺 我想每個人都生過了 對 生過了 但不會生得很厲害 一、兩顆 去到甚麼情況 就可以分辨到 究竟是否口腔癌 或是熱氣生飛脂 即是甚麼時候我們要去懷疑 大家都生過飛脂 其實飛脂也很痛 但通常一個星期左右 就會變成口腔癌 如果你的飛脂持續三、四個星期 但也沒有好轉 不僅僅越來越痛 越來越大 就一定要找身體 那我要問問Quinley 會否有些方法 起碼我生飛脂的時候 可以不太痛 或讓它快點縮小 增加口腔癌的風險 其實是缺乏維生素 或是礦物質有關係 對,可以吃分一些 維生素B 或維生素C 豐富的食品 譬如是菠菜、豆腐 一些奇異果 士多啤梨 另外礦物質方面 可以補充一些鐵質 或是深質豐富的食物 修補口腔癌膜 或增強免疫抵抗力 去幫助細胞修復 Quinley,我聽說過 吃多些西瓜 吃很多西瓜 會涼起來 可以嗎 這是感覺上的一種治癒 但也有些根據 因為如果有口腔癌 或口腔癌膜 比較弱的人士的話 吃一些比較低的水果 都可以有助幫助舒緩和修復 例如西瓜 有甚麼酸度低的疏忽 即是木瓜或蜜瓜都可以 即是全部都是瓜 對,是瓜 對,總之是吃 但我聽過一樣東西 黎醫生 有些長輩說 你生菲脂 用鹽去刺激 對 我試過痛得在廚房刺激 要痛得很痛得很痛 但又很快就康復了 但那一刻真的痛得你飛起來 我到現在都不敢挑戰 你…試試吧 阿森爸爸來醫生 其實這樣有沒有… 怎樣用的 有甚麼險性 如果拿一堆鹽 直接灑到傷口裡 就不要試了 因為真的很痛,很刺激性 我也遇過有病人 試過用這個方法 想令飛脂快點好 結果痛得暈了 撞傷頭,進了醫院 所以這個方法千萬不要試了 但你可以試試用一些 一茶匙的鹽 拌入一杯暖水 不要太濃 其實這樣含在口腔 也有一點舒緩作用 鹽就是殺菌 但譬如坊間有些瘦口水 那些可以嗎 可以幫助嗎 瘦口水也可以舒緩 但因為有些灑口水 比較刺激性 尤其是有酒精方面 所以感覺會比較痛 千萬不要亂用一些太濃 太刺激性的東西 令飛脂快點好 其實就未必太好 其實那種診斷 口腔癌的過程是怎樣的 如果病人懷疑自己有口腔癌 例如飛脂那裡 持續不回復 來看醫生 我們如果臨床也懷疑有病變 或者口腔癌的可能 我們就會拿組織去化驗 如果比較小的 我們可以整個切除 直接拿去化驗 如果比較大一點 我們可能就只切一部分 咬一口拿去化驗 就可以從病理報告 就知道究竟是否真的患上了口腔癌 我很好奇 其實口腔癌的發展速度 是否快 而且這個癌症是否容易擴散 口腔癌 其實屬於比較毒 或者比較頑皮的一種癌症 所以可能一、兩個月的時間 口腔癌的腫瘤或滾養 已經大了一半 甚至一倍的速度 而再發展下去 它首先會擴散的地方 就是同一邊頸的淋巴 再接著可能是另一邊的頸淋巴 甚至去到其他器官 例如肺部、骨頭 都是一些常見 我們偵測到口腔癌擴散的地方 即是黎醫生說 這麼白艷、這麼頑皮的口腔癌 究竟怎樣治療 我們稍後回來繼續談 Toyer 有些人其實站得久或坐得久 經常都會小腿有些水腫 看上去有點粗 其實為甚麼會有這個情況 很多時候 因為我們站得多、坐得多 小腿的肌肉就不動了 因為重力的關係 因為我們所有的體液和血液 都會向身體的下方聚集 因為站得久之後 我們的肌肉泵 不會泵 將血液帶回到心臟 它就會特別積聚在小腿 一些靜脈的地方 有時靜脈的壓力大了 甚至會將血管裡面的體液 向外推 去到小腿附近周邊的組織 就會造成水腫的情況 但怎樣避免這個情況 我們必須要保持小腿肌肉 長期要有活動 例如我們站得久 例如要走動一下 偶爾跌高 去收縮小腿的肌肉 或者很多時候 我們都要做一些伸展 令小腿肌肉不要那麼緊緊 如果有些服務性行業 被迫沒辦法 經常都要站 或者有些辦公室經常都要坐 我們有機會可以穿一些壓力物 增加小腿的壓力 幫忙將血推翻到心臟的方向 這樣也有機會可以改善水腫的情況 剛才Cole你說有些伸展的動作 我急不及待我想試一下 可不可以教一下 我們要移動小腿附近的肌肉 例如我們可以轉動一下腳腕 對,轉動順時針、逆時針 這樣轉動一下腳腕 第二個動作 我們可以做一些碰高腳尖 對,這樣的程度 不用持久 就像一個泵一樣 好像腳高 對,腳高 對,保持平衡腳高就可以了 每個動作大概做十至十五下左右 第三個動作 我們可以做一個弓箭爐 前後腳 對 對,前曲後直 腳趾尖盡量指向同一個方向 我們向前伸展的時候 你應該會感覺到小腿後腿的肌肉 對,有些拉扯的感覺 對,這個動作停住十至十五秒 我們要做第二步 曲多一點膝蓋 你應該感覺到 再… 對,拉著一點 對,沒錯 這個就是拉著我們心情的小腿肌肉 最重要是平時我們做的時候 兩隻腳都要做這個伸展 否則就會出現鴛鴛腳的情況 就要平衡這個 對,大家平時都可以試一下這些動作 令小腿的線條更加漂亮